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个我想要跟你们介绍的韩式,智慧韩式 这个智慧韩式啊,智慧韩式绝对是在DAX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韩式 它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资料表 在这个资料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资料 很多很多的资料 其中如果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计算 计算什么呢? 例如说2008年的销售额 2008年的销售额 或者是这边是不是2016到2013到2016年的资料 假如我想要去做近两年的销售额比较 近两年哦,不是每一年,是近两年 因为当我们在做资料比较的时候 我们还有可能去计算今年从1月1号开始累计到现在 这些都是有可能我们需要去学会的一个计算 那请问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想要去算2013年1月1号到1月3号 就这三天的累计的金额怎么算 那当然,当然我想如果你们用Excel的话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算 但是至少,至少我现在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假设这个消货的日期 然后递,递减还是递增 以日期排序的话一定都是用递增 因为我们一定是从历史,从过往的资料查到现在 好,所以递增,一定要递增 那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计算 就是我所有公司的销售 我从1月1号,2013年1月1号,1月2号,1月3号 假设算到1月10号好了 那个销售是多少 好,我想你现在你可能还可以很容易的去选到这个地方 到这一笔 到这一笔,然后把这些的那个销售额全部都把它全部加起来 那万一我今天呢,我要做的是今年1月1号到现在 跟去年同期的比较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提取这些数字来去做比较 好,所以我现在呢,要教你用函数的方式 以前我要做近两年的同期比较 很简单,我们就讲这用 用折线图好了 用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请问一下近两年的比较是不是 订单 订单 对不对 所以我们点订单日期 然后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要两年的比较 所以我下面这边应该是1月到12月 所以要选哪一个 中间的还是右边的 最好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这个是连续嘛 连续它就会1月2月3月这样连续从头到尾呈现 这边不是一个连续吗 并在一起的连续 连续就没办法比了嘛 对不对 连续不具有比较的性质 所以是分开 是这一种 这一种 点它 点它 你看这边是不是1到12月 1到12月 可是我要把它分成 例如说四个年 四个年 所以我是不是就把订单日期 拖曳到这个图例这边 然后把订单日期改成什么 日期阶层显示年的部分 你看这样是不是我就可以去做比较了 连续资料不能比 这是之前我们就教你的 可是我现在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 来去请你学会 因为这样子一个做法呢 无法提取其中的数值 所以呢 我现在要教你另外一招 怎么样去做 首先我要先算出来 就是 例如说2015年的销售 2016年的销售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若干的资料里面 如何去把2016年的销售算出来 好 这边我们就要利用智慧函数了 智慧函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订单嘛 订单你随便里面象征性的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 例如说这个订单里面 指类别 在首页这边 我们有新增量值跟新增资料行 请问一下 如果当我们今天要去计算的时候 我想要去计算 2008年的销售总额是多少 2008年哦 销售总额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算一个值 还是算很多值 新增资料行 你就想到是什么 是完整性 什么叫完整性 就是 这边这一格也要算出来 右边 就是当我新增利润右边 我在新增资料行 所以我是不是有每一笔记录 都会有一个新的值出来 这叫新增资料行 那我们现在应该用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我们应该是用新增量值来去做计算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点选首页底下的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算的是2008年的销售额 200 对不起 应该是2015年的销售额 销售额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请问一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我们要用一个很特殊的函数 它叫Calculate 智慧函数就是这个单字 所以我们要选择Calculate 输入了CA 然后Tab键 它是不是就放下来了 运算式 运算式 请问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个加总 加总 然后运算式就是要放总计 总金额 那个运算 那筛选 是不是有看到筛选 后面是不是有看到 逗号 这意思就是说 可以放筛选1这个条件 可以放筛选2这个条件 可以再放筛选3 意思就是说 我后面我就要放什么 年是哪一年 例如说2015 2015就是筛选 2015 我不要看2016 我不要看2014 我不要看2013 这就是筛选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只有两个值 就只有两个值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去做 例如说 这个蓝 这个运算式 有看到 运算式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用 加总的方式把 就是我们的总销售 把它加起来 所以用 SUM 这个函数 接下来呢 我们要选择什么 选择这里面 订单里面 因为只有一张工作表 所以大家选一选去 都是一张销售额 订单的销售额 然后呢 这边 这边稍微注意哦 这边是加总 然后所以这边应该要 有一个左刮壶 这边就要配一个右刮壶 然后接下来一个逗号 然后接下来 我后面 我后面是不是要去放一个过滤的条件 过滤的条件 我怎么样去取出来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去取出这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这个蓝的年 等于2015 对吧 就是我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条件 有一个筛选条件 请问一下 这里 我的那个量值的栏位名称 我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只要2015 我只要2015 那请问你 这里面 这里面是不是只有日期 有分2015 2016 所以我就要想办法 想办法去算出什么 这个年是2015的 好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写一个 Y E A R 有看到 Y E A R 然后日期 什么的日期 请问是不是用一撇去找 去找什么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订单日期 特别建 然后又刮骨 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年了 年等于什么 等于2015 这就是它的条件 会设定吗 请问一下 可不可以设定 例如说我们班学生有男生 女生 我是不是要去找性别等于男生 这就是筛选条件了 对不对 然后又刮骨 Enter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刚刚这样子 这个值 我先来看一下 能不能得到一个结果 它就算出来什么 2015年的销售额4.25个百万 这不是总total 这个只是2015 那当然有2015 是不是会有2016 你们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我刚刚只是告诉你 这个韩式 这个韩式怎么样去输入 它的一个结构性 结构很简单 我觉得未来 未来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 假如说你今天 你要去我们学校 继续念书 我是会希望你 不是说听懂那个 calculate 而是说 就要是去查它的手册 查它的手册 就是假设我今天我要去 在什么 Power BI里面 我要去做一个计算 而且这计算有那个过滤 过滤的计算 所以是不是直接输入 Calculate 我要去算一个东西 对不对 而且还有 有看到吗 Filter 然后接下来这边 它就说 假如说今天 我想要去过滤 甚至来过滤文字 你就会大致上 大致上可以发现 人家是怎么写的 不过人家怎么写 写来写去叫Calculate 它无非就是什么 无非就是 这个是计算 计算知道吗 SUN这都是计算 然后接下来 这边我们要看到 这个一定是 一定是什么 判断 Filter 那个判断 什么叫判断 它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里面必须要是 Failed 可以吗 就是这个里面 必须要是Failed 这就是过滤条件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 这个意思 记得就是说 你要学到这样子的成绩 好了 所以我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你要参考 你要参考 其实我课本上 等一下会告诉你 在讲义的第几页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这是一定要学会的 你的成绩一定要提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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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